你 住啊 救我 住啊 住啊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还有半个时辰呢 令主受不了了 不好 那我受不了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二十 停 给娘娘请安 包太医怎么来了 皇上知道令妃娘娘受罚 也知道板住之行之后 娘娘身子难受 特命我前来召开医治 皇上施恩令主好福气啊 快好了 包太医再等等 是 六十五 栋枇孕姑姑 快好了吧 好了 住 皇后 nighttime满意了吧 只要令妃娘娘不犯事 皇后娘娘就满意了 臣妾多谢太后指点 若无太后 臣妾哪有今日啊 太后乃是臣妾的再生父母 体面话不用多说了 既然得了皇帝宠爱 好好惜福 是 太后 你先回去吧 臣妾告退 哀家早就说过 达瓦齐这种野心勃勃的狂徒 既敢杀了多尔渣自立 怎会娶得公主就有心收敛 如今果不其然惹出祸端来了 哀家看皇帝 怎么收拾 说来也是达瓦齐太自负 皇上已经对他格外忧荣 他却毫无知恩图报之心 哀家脑的是 恒绰嫁与达瓦齐不久 就出这样的事 显见达瓦齐没有将恒绰放在眼里 更没有将大欺放在眼里 太后 达瓦齐就这么沉不住气啊 这达瓦齐简直就是狂妄自大 黄阿玛将杜尔伯特部移居乌利亚苏台 达瓦齐便公然叫嚣不肯前驶来京参见 扬言必要车铃移出乌利亚苏台 才肯罢休 准戈尔部与杜尔伯特部的纷争由来已久 今次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 夺走了大批牲畜 粮草 财物 还大肆略走妇辱 车铃身为部落之首 忍无可忍 只得率部中离开市居之地 东归大清 求得庇护 准戈尔多年来便是蠢蠢欲动 达瓦齐又是野心好战之辈 此时杜尔伯特部来归 一是不服于准戈尔的种种罢行 对其余蒙古各部而言 也是对我大清表示 恃好归顺之心 承陵率万语众 倾心来归 朕甚是欣慰 不必理会准戈尔 朕会封承陵为亲王 以表嘉奖 为一事正中 永诚 你与礼部共同筹备接风事宜 尤其 你也跟着去学学 儿臣遵旨 儿子 皇上真让你去筹备 杜尔伯特部的接风礼仪啊 也不只有我一个 还有五弟呢 傻孩子 你五弟怎么能跟你比 你筹备的时候 可要多用点心 就更得你皇阿玛喜欢了 儿子记下了 不过皇阿玛 左右也是安排差事 既然也安排明儿也安排 儿子都惯了 都快累死了 你呀 如今得意 又得你阿玛宠信 哪个皇子能跟你比呀 不过这话说回来 如今你得皇上看重 皇上也会常来咱们起下宫坐坐吧 会的 会的 只要儿子在呢 皇阿玛就忘不了您 这几天啊 忙活死了 就知道痴呆念佛 怎么了 永章 皇阿玛有什么差事 只惦记着老四 连五弟都是捎带陪衬的 儿子能有什么办法 皇上 恐怕已经快忘了 有你这个儿子了 额娘没用 是额娘没用啊 姑娘 难道咱们只能这样了吗 是啊 要是再这样下去 还真是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 我朝日之有利贤之术 永成年长出色 永继这个嫡子年幼无知 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 我的日子便更不好过了 额娘 三哥 有弟 有人回来了 这是我画的佛母图 今日还得了皇阿玛的赞赏 娘 旁人的儿子 被皇上看重的是才干 我的儿子 却因涂画油翼被赏试 额娘 是孩子画得不好吗 不是 画得好 是 四哥 五弟 咱都下学了 是不是该一同去往吕布上一点移了 你立在这儿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时伤感罢了 有什么伤感的 不如说来给维兄听听 皇阿玛 命司哥和我 对多尔伯特不亲王车陵 郑重相待 我只是想 皇阿玛如此厚待车陵 是要将达瓦齐放在何地啊 毕竟她是端淑姑母的夫君 也总得顾及一下姑母的颜面吧 要不然姑母该如何自处呢 五弟 还是年纪小 心肠软 想得多 这样 咱先一起去礼部 不能耽误了差事 好吧 好 坐 朕一直以为你明示礼 没想到你心中 只有家事 而没有国事 只有亲眷 而没有君臣 儿臣 只是惋惜端淑姑母的际遇 才偶然感叹 希望事有两全 既可全杜尔伯特部东归之意 又能保端淑姑母 与皇阿玛的兄妹之情 事实难两全 何者为重 你身为皇子 却如此糊涂 却不知你的一言一行 传到别人耳里 他们会认为你别有用心吗 皇阿玛 你不好好跟永城学做事也就罢了 还背后诸多非议 你出去 在养心殿外 罚贵一个时辰好好思过 杜尔伯特部亲王之事 不许再离 儿臣知罪认罚 皇子里也就永齐还出色些 打压了他 咱们母子的日子就好过了 放心吧 额娘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可要为额娘 也要为咱们王爷争口气 那是自然了 这节骨眼上 还能想到哀家的女儿 永齐这孩子真是不错 是啊 旁人都顺着皇上的心意 唯有五阿哥敢于直言 是个品性端直的好孩子 皇后和于妃懂得叫子 比起家贵妃教永成 一味只顺着皇帝的心意 要好多了 是啊 秋叶清寒 吴阿哥小心身子 我奉皇阿玛之名在此罚规 李公公不必额外观照 以免牵连受责 皇上不会责怪的 李公公这话什么意思啊 皇上是责罚您不慎言 可皇上未必喜欢 背后议论兄弟是非之人 有人自作聪明告了您一状 您受罚 皇上已经解气 可没被罚的那位 没准皇上更接还 吴阿哥跪了够长时间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来 回去吧 原本啊 还有吴阿哥和四阿哥分宠 自从皇上斥责吴阿哥伐贵 又不许礼事 现在啊 四阿哥才真是一枝独秀呢 等十二阿哥长大以后 四阿哥早就功成名就了 您不必与皇后娘娘计较 好 臣贵妃嘛 更不必放在眼里 四阿哥正得甚也 皇上有什么要紧差事都交给她 多得脸哪 等皇上立四阿哥为太子以后 来日的福气啊都在后头呢 那就借各位妹妹急言了 皇上和永诚策马回来也累了 先搅了毛巾擦擦汗吧 皇上 您这刚出了一身汗 酸梅汤太收敛 冰镇的莲子汤正合适 先给永诚吧 他今儿可跑得够久了 谢皇阿玛 皇阿玛齐数甚佳 儿子差一点赶不上 永诚 光齐数好可不成 其他的事还要多历练呢 永诚啊 近来表现得确实不错 自四月里 景色的俄妇入境 真命永诚跟着傅衡 到张家口去迎接 这永诚啊 与礼仪上十分地娴熟 也得到了复衡 还有俄妇的赞赏 这五月里 准戈尔内乱后 真命 永诚还有永章 同在兵部 沿袭军务 这永诚 他的军事之道 还有兵书 都要学习得 比永章好许多呀 臣妾谢皇上夸奖 永诚 比皇阿玛夸你 你只可更用心 可不许骄傲忘形 我深知自己的部族 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敢居傲 对了 朕打算旺季 长白山还有松花江 回来夜永灵 昭灵 府灵 永诚啊 你就随朕一块去吧 永诚一个人哪儿成啊 让三阿哥也跟着吧 永章不成事 永诚一个人陪朕去就行了 听说皇帝此次夜灵 只带了四阿哥 你的永姬是嫡子 怎么没去啊 永姬才三岁 对 去了也什么都不懂 臣妾请辞了 嫡子年幼 三阿哥不得圣心 四阿哥是皇帝登基后第一子 才华出众 怪不得外头有传说 永诚有继承宗挑之相 不止如此 外头还说什么 世宗皇帝是皇四子 皇上也是皇四子 四是集数 须多加礼敬 闲言碎语 怎配入皇额娘的耳 话当然是闲话 但若真有人生了这样不安分的心思 你是六宫之主 就当管束 是 永诚 皇上器重你是好事 可你平时也要伸出手 让能帮你的人都帮得上忙 额娘这是什么意思啊 御氏一族今年进贡 王爷特意来信 说加倍进贡了人参 红断还有皇羽给额娘 够你平时上下打点所用 平日在朝中把这些东西 分送给大臣 还有家属亲眷们 额娘 皇阿玛腾儿不就够了 费这番功夫做什么 这人参 红断难得 您自己留着用吧 就是难得才要送呢 你今日送出去的东西 都会变成来日他们为你说的话的 真的假的 平时那些伏计 命妇们来给额娘请安 额娘什么时候让他们空手回去过 回去枕头风一吹 哪个男人跑得了 否则在朝廷上 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缘 还是额娘老道啊 那是此人 娘 如今你离这太子之位 就那么几块砖了 必须稳稳地走过去 才算不辜负额娘 不辜负王爷了 儿子记住了 可是 这么做会不会太显眼了 皇阿娘那边要是问起来 我也不好应付 皇后娘娘那儿 额娘自会打点 梁广总督送了一副 凤凰牡丹金像圈 额娘就先孝敬给皇后了 人在屋檐下 只能暂时先低头 可是来日 你可要让额娘抬起头啊 是 儿子记住了 明日就是武叔的生辰 要儿子去赴宴 去吧 你武叔是皇上唯一的兄弟 必须好好应酬 额娘给你多备些礼 好嘞 永章的福晋完颜市 已经有了身孕 你也快当祖母了 应该高兴啊 想起孙儿是高兴 可是想起儿子又伤心 如今永章和萨哥一起当差 不仅要看他的眼色 还要受他言语奚落 永辰的性子啊 你也不是不知道 永章呢 是阿哥里边年纪最长的 等风觉开福 你们就可以安享荣华了 听皇后娘娘这样讲 臣妾就安心多了 什么 永章的福晋真的有喜了 奴才怎敢扯谎 皇上又有皇孙了 当年先帝赐纯贵妃娘娘 给皇上 为的就是纯贵妃娘娘的面相 看着好生养 果然这子孙一脉都兴旺呢 好 去中翠宫传旨 朕今夜去瞧淳贵妃 喳 其实说起来 永章再怎样 还能见上皇上一面 倒是五阿哥 竟然被皇上全然冷落了 更是可怜 娘娘 李公公来了 奴才给皇后娘娘 淳贵妃娘娘请安 原来陈贵妃娘娘在这儿啊 叫奴才好找啊 怎么了 是永章哪里做得不好 要被皇上殉责了吗 这是哪儿的话呀 皇上让奴才传旨 今夜去中翠宫看您 您就准备着伺候吧 皇上 今儿怎么忽然想起我来了 皇上要得皇孙了 自然想起了您的好处 自然想起了您的好处 皇上这是念旧 容佩 去把那个项圈拿来 是 这个项圈啊 是家贵妃敬仙的 十分耀眼 本宫便把它赠予你 添一添你的喜气 多谢皇后娘娘赏赐 那臣妾就先告辞了 快去吧 臣妾告退 奴才也先告退了 皇上您今日知道 得知皇孙喜笑颜开 您看这天 是不是也比前几日好起来了呢 嗯 甚好 可见皇上这心情啊 能影响天气呢 恭请皇上圣安 停 妾身和亲王福晋 吴扎库室向皇上请安 妾身安国公福晋 刘家室向皇上请安 妾身一品告命夫人乌鸦室 向皇上请安 好 起来吧 诸位入宫是向皇后请安吧 有心了 妾身刚向家贵妃请安 正往奕昆宫去 去吧 走 这命夫入宫 妾身不是都应该先向中宫皇后请安吗 为何先到家贵妃宫中 嫡数有别 这都不懂吗 这不都说四阿哥得宠 谁敢不给家贵妃面子呢 真是荒唐 这宫里有七年没在庭皇孙了 这宫里有七年没在庭皇孙了 这次完颜是有喜 朕很是高兴 永章呀 也没有旁的才能 能够为皇室开枝散叶 也算是他尽力了 臣妾敬皇上 你这项圈挺别致的 这是今儿皇后娘娘刚赏的 这凤凰和牡丹 本是中宫才能用的图案 即便是皇后赏的 以后应该少用 那臣妾以后不带就是了 这项圈 原本是家贵妃 献给皇后娘娘的 也不知道 家贵妃哪儿来的这种 剑月的东西 幸好他懂得尊重中宫 送给了皇后娘娘 皇上 奴才记得梁广总督 尚未给皇上 敬献过一批礼物 其中就有这么个香圈 还存在库里呢 奴才记着 你没有赏给过家贵妃啊 她怎么会有一个 那想必是一对吧 一个敬献给了皇上 一个私下里给了家贵妃 想来这家贵妃的人缘 还真是不错呀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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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许久不见啊 四哥都想你了 最近在忙什么 皇后娘任五弟潜心读书 所以才闭门不出的 也是 你呀 要是到皇阿玛面前 也是惹她不开心 何必呢 你这还不如在家里读几天书 等到时候 四哥替你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听许他就息怒了 是吧 多谢四哥照顾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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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家兄弟 于兄啊 在武叔府上喝了点酒 得去绵一绵了 走一步 好 四哥请 儿臣恭请黄阿娘万安 起来吧 坐 谢黄阿娘 沉寂了大半年未见衰退 倒是添了这份沉静气度 很好啊 黄阿娘叮嘱儿臣 莫在四哥得意的时候 太出风头 成了他人的眼中钉 儿臣便以编书为由 一则自保 二则也可沉定心境 有所修习 那是你编的书吗 是 这就是儿臣编的书 叫《交通圣稿》 虽然才编了一点 则总想着给黄阿娘瞧瞧 平心静气 韬光养晦 才能以徒来日 黄阿娘的苦心 儿臣始终谨记 黎阿娘 朕让你换永城 怎么还不见人呢 皇上 伺候的人说 四阿哥去和亲王府上 赴宴醉酒归来 正在熟睡呢 白日喝酒 越发胡闹 皇上 显亲王府进来了 正在殿外候着呢 皇上 贤亲王府进来了 正在殿外候着呢 府进来了 你来吧 谢皇上 久不见福晋 今日怎么到养心殿来了 妾身今日入宫 向皇后娘娘请安 又往启祥宫请安 得了家贵妃娘娘的厚礼 自愧无功受禄 心中不安 这贤亲王是朕的皇叔 福晋又是皇室的长辈 家贵妃送了你什么样的礼 让你如此心不安